第一个是请问列代祖先的牌位 下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单指这一生的列代祖先 和包括生生世世的祖先 这一生当中过去列代祖先 这是你知道的 在中国人过去家谱 家谱里面有记载 那么在家谱之前还没有记载 当然还有祖先 这个是列代祖先第一个定义 如果是自己生生世世 那就太多了 你看现在连外国人从催眠当中也证实 这一个人有前世 前世可能是在别的国家投胎 别的族群 连信仰宗教也是如此 我们这一生信福 可能全身信基督教 或者信其他宗教 由此可知 哪个宗教跟我们都有关系 哪一个国家族群跟我们也都有关系 那在佛法里面讲 不是这一个单一世界 还有他方一切祝福 插图 那个范围就太大了 那么那个生生世世呢 就是佛家的一切众生 所以佛说一切众生 皆是自己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这个范围就大了 戒经里面又讲 一切男子是母父 一切女人是母母 生生世世都有家庆眷属的关系 那么这是说于生生世世 他问的是 第二个说 如果包括生生世世的祖先 那么家中每一个人是福 都应该为个人的列代祖先列排位 那个排位不晓得这么立法 所以这个是讲到 过人生生世世 只有佛法里面讲的透支 讲的圆满 所以佛法回向 最后是回向法界众生 那就全部都包括了 那么我们通常 这个念佛同修 你看我每天早晚课 做功课的时候 我列的一个排位 是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尊神 我列的这样一个排位 这就通通包括在其中 变法界虚空界 这如果仅包括今生的祖先 是否以家中一人 为代表列排位 这个是可以的 家里面列祖先的时候 我们后裔一个人 或者是家里面兄弟姐妹 一起列都可以